嗨 大家好 今天这集很早之前就想要跟大家分享 球场里面最适合使用哪一台相机 不过我只列出全伏机 APS-C的机器 我在这边都不做讨论 因为第一点 我发现球场的朋友们都很有钱 第二点 APS-C的杂讯真的太高了 以球场来说 它的光量是不够的 先来讲一下这集的抽奖内容 先感谢StanCave 台湾运动电商平台 提供10张台湾运动文化展的门票 活动是3月8号到3月11号 我看官网3月8号到3月10号这三天 都会有直棒直篮的啦啦队会到现场 看官网还可以买拍照券 活动内容大家自己就去官网上看 抽奖内容请看影片下方说明栏 好 那我们来讲一下今天的重点 今天就是要介绍球场要如何挑一台好相机 先来看一下我这张的思维导图 这思维导图都把场牌写上去 还有相机有什么 那今天呢我们只介绍Sony跟Canon这两家相机 那好处跟坏处呢我也写在上面 那首先来讲Sony 那Sony这家厂牌呢 那优点是什么 就是它镜头选择比较多 还有副场镜 拍出来的画质呢也相当的不错 原厂镜头呢选择也比较多 有高端的GM大师镜 还有G镜跟菜师镜 那Canon这个品牌呢 以前我们早期5D II 5D 3 它是使用EF的镜头 那现在呢是微单的世界嘛 所以是RF的镜头 那RF镜头有什么缺点 我是觉得它的价位是比较高的 那便宜的镜头它也有 可是光圈就非常的小 那我们比一下同价位的Canon 24105 跟Sony 因为Sony有很多的副场镜头可以使用 它副场镜头有支神镜叫腾龙的35150 而且光圈是F2.8的 那相同价位 可是Sony这个焦段是比较强的 当然Canon现在有出另外一支神镜是24105F2.8的镜头 那这支呢 我想应该可以屌打Sony的35150 因为毕竟24端是广角端 那球场呢 35端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够广 不过Canon新出的这支神镜定价要价9万多块 是非常的贵 再来另外一个重点Canon虽然没有副场镜头 不过Canon有老镜 就是EF镜头 那EF镜头呢经过转接环之后呢就可以上到相机上面了 那对焦方面呢 我自己是有试用过啦 是算快啦 不过你相机的萤幕的焦点就要看得很仔细哦 一跑焦你就要赶快点萤幕 当然呢老镜的缺点还是有 我刚刚讲过了 对焦一定会比RF镜头慢 再来呢就是外观很丑 因为你还要加个转接环 那些老镜呢 现在镜头的品相应该都不太好 都会有点发黄 那以前的Canon的白色有点灰色 然后有点灰黄色 我自己觉得不太好看 而且老镜呢有些镜头很重 像是70-200mm F2.8 有重到靠背 毕竟是上一世纪的镜头嘛 好我们再回到我们这张的思维导图哦 那我们先从Sony开始讲 那现在这边呢有几台机器 E23-4567-8 有8台机器 那Canon的R5C我不讲 那我们先讲Sony的FX3跟A7S3这两台机器 那这两台机器呢 它们缺点是什么 它们像素只有1200万 那你们要记得哦 像素越高 其实机器的杂讯就越高 那像素越低呢 其实机器的杂讯其实就越低 所以FX3跟A13是目前所有相机之中 杂讯是表现最好的 而且它还有双原生的ISO 当然这也是它致命的缺点 像素呢只有1200万 虽然拍起来录影是没有杂讯 可是呢拍照 居然比你手机的iPhone还烂了 那A13呢 它跟FX3一样是同一款的CMOS 那A13这台机器是很怪的 它就是不会过热 它拍得非常非常的烫 这台机器超级烫到这里烫 可是它就是不会过热 它就是不会当机 但是呢这两台价位是比较高的 8万多跟9万多嘛 所以这两台呢不是这集的重点 好 再来呢就剩五台机器了 那五台机器呢 我们就要列出Top5 那么第五名我要给谁呢 那我就给了A7C2 A7C2跟A74其实是相同定位在拍照的机器 并不是for露营的机器 不过当然它因为它露营功能也是很强 所以很多人都拿这台机器来露营 那缺点是什么呢 它的握感其实不太好 因为它机器很轻嘛 它是小台的机器 所以呢像我们这种肥宅的手又这么大 握起来的感觉就是不是很爽 那单卡槽跟双卡槽 到底有什么好处跟坏处 其实一般在球场单卡槽 其实就可以够用 因为你一定有时间换卡 而且也不一定拍得很满 那一张128G呢 其实一场比赛一定够用 除非你今天是拍明星赛 明星赛我记得我拍了两三张卡 拍了非常的多 因为明星赛最后的母带 大概有两个多小时 所以单卡槽跟双卡槽 其实不是球场摄影机的重点 那再来A7C2呢 它是新的收音对焦系统 所以它有牵扯到一些AI的成分 那新款的对焦系统一定会比较好 这台长时间录影还是会过热 不过球场因为不会录这么长的时间 所以这台是可以考虑的 当然啦 因为我是专业人士 A7C2呢只有单卡槽 我还是喜欢双卡槽 比较安全一点 所以呢我把它摆在第五名 好再来第四名我要给谁呢 我就是给了A7C4 对了这台机器 那这台机器呢有双卡槽 而且可以放一张CFA卡 那CFA卡有什么好处 就是它很便宜 所以到这里大家一定会说 CFA卡这么贵 你怎么会说便宜 没错我用的是CFA 不过是大陆的卡 这张卡呢我推荐给大家是天塑的120G 目前呢我用起来是没有问题 甚至呢金士顿V90都坏掉了 可是这张卡还是没有坏 不过当然这张卡不建议你们去接按啦 就是拍拍啦啦队 档案不见就算了 好再来呢A7C4呢 它拍4K60格 它会机身裁切哦 就是会放大倍率 会乘于1.5倍啦 反正就是你用200端的镜头呢 你拍4K60格 你会变成320端 那这个当然有好有坏 只要你球场是做的比较后面的人 那你的镜头数就会变长 那你是不是可以省下 买超长镜头的费用 那再来呢A7C4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录影呢 它可以是用APS-C的镜头 这是很方便的 所以呢你镜头上面又可以多个选择 我讲的是4K60格的录影 所以假如你预算没有这么多的 那你A7C4呢 其实你是可以买APS-C的镜头 它呢4K60格就不会裁切了 只有全幅的镜头才会裁切 这点也算是Sony的黑科技啊 有好有坏 那A7C4跟A7C2呢 这两台其实定位在同款的相机 算是拍照型的相机 可是它录影也是很强 那目前呢我觉得假如你要买A7C4的话 那你可以买二手 价位呢就会比较便宜一些 再来呢第三名我要给谁呢 我要给 Canon R8 那R8这台其实是这五台里面最便宜的 它大概4万出头就有了 如果你熟门熟入 甚至4万块以下就可以卖到了 那你还花4万多块去买Sony一台APS-C的6700嘛 那当然是不可能嘛 一定是直接上全幅啊 而且现今的APS-C的机器全部都会热档机 那你干脆买一个会热档的全幅机 那它呢又跟R6-2是同一款的CMOS 不过它当然有缺点就是缺点它就是电池很小 然后也是单卡槽 电池很小怎么解决呢 就买一个电池手把就可以塞两颗电池 本身去看一些用R8的用户拍出来的影片 我觉得画质都是很好的 那Canon呢本身有个黑科技 就是呢它跟A74不一样 它拍4K60格是没有裁切的 不过R8跟R6-2呢 居然还可以再让它裁切 所以是什么意思呢 A74它用全片幅的镜头 4K60格会放大倍率 可是Canon用全幅的镜头 居然可以拍两种焦端 就是机身在裁切 就200端可以变成320端 就是这个意思 那Canon是随时都可以 不是像A74一样 A74是强制你一定要裁切 机身裁切变得比较远 像我有时候用A74 35端就会变成50几端 变得非常的紧 很不好用 那Canon呢 这个功能 居然让一个镜头有两种焦端 这真的太屌了 不过R8听朋友说 就是真的很会过热啦 那过热 YouTuber是说过热可能要等个20分钟 那过热要怎么解决呢 就是你直接再把4K60格切换成4K30格来拍摄 那你就可以解决过热的问题 或是安装风扇 不过风扇有可能会影响到收音 不过R8价格真的太佛心了 功能太顶了 很适合的哪一种人 就是他拍开心的 他拍拍拉拉堆拍拍照啊 录一些小片段 很适合这种人 R8又便宜功能又强 很推荐给大家哦 那再来呢 第二名我要给谁呢 那我就是给Sony的ZV-E1 这台机器其实是非常非常强的 当时也一直有在看这一台 最后也是因为他会过热的问题 所以我就还是没买 因为我很讨厌机器过热 那ZV-E1呢 其实他是跟S3 FX3同一块的CMOS 你就可以知道他有多强 而且他的防抖技术 就是有陀螺依的防抖 那我自己看评测呢 走在路上用这台机器 开陀螺依防抖 其实真的是蛮不错的 不过呢 当然他相处也是比较低哦 因为他跟S3是同一块的CMOS 然后呢 他的内建麦克风是比较强的 或许你可以省掉一支麦克风的费用 所以他定位是在给Vlog使用 如果只录影不拍照的朋友 这台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价格便宜 功能又很强 那再来呢 第一名我要给谁呢 那我就是给剩下最后的这个 R62了哦 那么刚刚R8的重点呢 我在R62这边也在讲一次 R62跟R8是同一款的CMOS 有2400万像素 比Sony的高阶S3跟FX3还多了一倍 那么杂讯控制呢 甚至跟他们差不多 上一集有提到ISO6400的状况下 录影还没有什么杂讯 ISO2万来拍照 画质甚至是非常的好 这让我有点吓到 难道我对K能误会了什么吗 那球场重点是什么 我相信很多人一定喜欢又拍照又录影 当个天生的灾难工具人 把你们拍的照片跟影片都传给女孩 并且take他们 整天守在手机前面 看女孩们有没有转贴你的影片跟照片 啊这位女孩有没有帮我转贴 她是不是喜欢我 当女孩转贴呢你就会非常的爽 你整天心情就会很好 如果你不是这种人那恭喜你是正常人 那如果你是这种人那没关系 你妈妈也会为你开心啊 灾难的世界就是这么的单纯 再来呢 R6II跟R8呢 有个按钮我觉得非常的好用 就是射录影键的切换 所谓球场如战场 速度快不用调参数 那就是最棒的 那么单纯以价格来看 R6II呢是在这几台之中贵个几千块 我说过了大部分人在球场 一定都是喜欢拍照加录影的 所以呢为什么会推荐这台机器是Top1呢 就是种种的音速考量之下 像素高如果你开高ISO也没什么杂讯 电池也够大 还有一键切换射录影的按钮 重点是这个功能 还可以设两种不同的参数 就是快门可以设不一样的 不像是Sony还要转很远的转盘 非常的麻烦 再来呢就是Canon黑科技 一个焦段可以变成两个焦段 就是它有机身的裁切功能 而且裁切还是4K拍哦 那你说这一台不香吗 我觉得这一台是最适合球场的相机 不过当然啦我自己虽然是用Sony的相机 不过我觉得Canon一些黑科技真的是很厉害 我很欣赏这一点 那希望呢 Sony假如你真的太猖狂太球了 你总有一天也会被拉下龙头啊 你的龙头地位不拔了 有可能Canon下一台机器呢 就直接打趴你所有的相机 好那这集呢就到这边结束了哦 每次做这种教学影片哦 频道订阅数都不会增加 反而减少 我真的非常伤心哦 不过没关系 我还是呢 偶尔会上来讲一些干话 希望大家喜欢我的影片 总归一句话 当你买了相机 你就要买硬碟 你就要买NAS 你就要买储存空间 你可能还要再买一台电脑 所以这条路呢 你会花非常多的钱 大家一定要考虑清楚 那抽奖记得去抽哦 我们下集再见哦 拜拜